日本呢 現在他們的媒體 也在關注著中國大陸的海警船隻 為什麼一直來 一直來 還說幾乎每天來 到哪裡呢 就是到釣魚台嘛 說一年當中365天 已經有334天了 那這簡直就是創新高 那簡直就等於 幾乎天天站崗 不會走了的嘛 那這個日本就要因此緊張囉 然後再來看看 現在呢 這個日本 你看它的防衛省 在28號也公佈了解放軍的最新動態了 現在呢就提到說 遼寧號繼續在太平洋海域活動 甚至到達關島以西 500公里的範圍內 這不就突破第二島鏈嗎 他們甚至還把伴隨遼寧號的 有哪一些 有護衛艦 有飛彈驅逐艦 有綜合補給艦等 這整個船隊 艦隊說都來了 那首次大規模能夠公開的接近關島 其實是在2019年 那當時呢 有兩艘驅逐艦配備了導彈 那現在是陣容更加壯大了嗎 要怎麼來看解放軍對於日本 所帶來的威嚇的作用呢 老師 解放軍在這段時間 對於日本或是對美國的關島 美國關島不是屬於美國 它只是聯合國委託美國托管而已 美國就把它據為己有 大概是這樣 第一次是在於這個日本 那時候把釣魚島骨搖晃 解放軍就進入了釣魚島的海域 開始實施行政管轄權 那偶爾會進入十二海里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 二十四海里的毗林區 在這個地方活動 那當然隨著日本本身 開始對於中國的越來越不友善 特別是在這一次 這個修改這個新安保三文件 這個修改新安保三文件以後 日本要把自己打磚成為一個 恢復過去軍國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然後把中國 俄國跟朝鮮 視為這個未來的假想敵 對抗的國家 當然對於釣魚島跟對於獨島 那麼另外再宣布 這是屬於日本的 中國馬上實施反制 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 中國的海警船 進入了釣魚島的十二海里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臨海內 進入臨海內來主張 這個主權在中國手中 所以你日本每一次改變現狀 中國就讓現狀再也回不去 再強調以往都是在 二十四海里的毗林區 去驅趕日本的漁船 進入釣魚島海域 現在是直接進入釣魚島的十二海里 證明釣魚島是屬於中國的 中國的海警船 現在在釣魚島的十二海里內執法 那你日本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表達抗議 然後但是一點辦法沒有 也把海上保安廳 那麼再增加預算 但是中國大陸 征派更多的海警船 而且有武裝的海警船 也都進入這個海域 那麼實施這個地方的執法權 所以日本嚴格上來講 釣魚島的這個主權的控制 中國一直在越縮越緊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也就是就當天 日本簽署公佈 這個新安保搜索的當天 遼寧號航母就穿過了 貢國海峽 由西向東 接著就在沖繩島的這個西側 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伴隨的就是洞552艘 它是萬頓局的這個驅逐艦 其實它是屬於刑防艦 一百多個垂直發射器 作戰能力是非常強大的 還有一艘補給艦 那證明代表什麼 代表遼寧號要開始進行 長期的遠程的演訓 那每一次的演訓 例如說先在日本的西側 然後越來越靠近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東側 在演練 然後伴隨的這個解放軍的 其實一架式的飛機 也就是東 西 雙方 直接夾擊台灣 那現在再往南走 進入了過去了 這個巴士海峽 菲律賓海 已經靠近這個關島 500海里的意思也就是 解放軍的戰機已經進入 可以攻擊這個關島的 軍事基地了 的範圍內了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 遼寧號一直往關島移動 這個就是為什麼 美國的壓力越來越大 美國他現在認為說 他們原來的 岸上的固定的防空系統 已經不夠使用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加裝 那個海軍的移動式的 防空系統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紅6K 可以跟這個 遼寧號的這個艦載機 那麼搭配一直作戰 那麼直接往這個關島鋪 所以美國目前來講 把他的戰略轟炸機 從關島這邊已經機動的撤走 那撤走目前往本土 還有例如說往夏威夷 往阿拉斯加 這個地方來移動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澳大利亞提供給這個 美國例如說達爾文機場 作為一個轉場用的一個機場 那也就是說美國 已經不再把他的戰略武器 部署在這個關島 最主要就是因為 關島已經在解放軍的 攻擊作戰的範圍內 都說想要賺人民幣 都想要賺大陸人 他們的這個消費力 可是呢 卻有很多國家 把中國大陸 視為相當重要的貿易夥伴 可是 韓濱我們卻看到的是 他們對於中國大陸 在做問卷調查的時候 卻表態 表示什麼 表示反感 這是什麼邏輯呢 好我們先講到 美國外交家有 針對56國 大約8萬人調查 對大陸的觀感 做的一個民調 結果呢我們發現 最對中國大陸反感的國家 是韓國 韓國你看81%表態反感 為什麼 因為有什麼PM2.5 讓他們覺得很感冒 對覺得這空汙 是從中國大陸那裡飄來的嗎 還有當然新冠疫情 甚至還有扭曲歷史 這樣的一個原因 好那7年來 不同的民調顯示出來的結果 卻是 對於中國大陸表態反感的 增加了有將近4成左右 這是什麼原因呢 那麼其中 這剛剛我講到的是 排第一的是韓國 排第二的是瑞士 72% 瑞士有多少的奢侈品 是中國買家買走的 可是沒有用 他們是排第二 還有日本 排第三 表態有反感的 也佔了69% 可是我就問 日本卻有不肖的業者 卻要進口大陸的牛棒 來冒充成日本的國貨 還大賣千萬 什麼道理 有的時候是一種 感覺的問題 他倒不一定是真的仇恨 因為 對韓國來講 因為韓國他在生意上 跟中國大陸往來很多嘛 那他的國土 跟中國大陸也非常接近 但是你說PM2.5塊到中國大陸 我是覺得蠻奇怪 那如果照這樣來講的話 北韓應該更生氣才對 北韓比他更接近中國大陸 那所以我覺得 這有的時候一種情緒問題 至於扭曲歷史 我自己因為學中文 文史不分家嘛 韓國那個上古史 根本就是掰出來的東西 因為那個根本 完全沒有任何歷史證據啊 而且什麼孔子是韓國的啊 那種是網友在那邊扯啦 但是我必須講 韓國的基本上 他們官方的上古史 沒有什麼考古證據 可以做佐證 基本上都是 停留在神話時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也要拿來當仇視中國 我覺得新冠肺炎可能有啦 新冠肺炎因為 你畢竟這一波的 最早在三年前出來的時候 是從武漢那邊出來 可能有一些韓國人會怪罪 但是我舉一個例子喔 就是我小的時候 台灣人其實很討厭香港人 因為覺得香港人看不太起台灣人 然後對台灣人都沒有什麼好臉色 然後講話又很勢力這樣子 然後常常會當著裡面 故意用廣東話說你壞話 我們小的時候了 那問題是 那個時候台灣人最喜歡去哪裡 你知道 最喜歡去香港 香港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瑞士為什麼討厭 我相信瑞士可能是因為 一方面新冠肺炎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 當年很多中國這些 這些土財族啊 這些人去瑞士掃貨幹嘛的時候 可能給他們留下一些相對不好的印象 可是問題是他們要不要賺這個錢 他還是要 所以我覺得人的情緒喔 有的時候是正負互相摻雜的 我覺得不能單就這樣的一個很 很粗淺的一個調查 就是認定說韓國人一定 這麼討厭中國大陸 我倒不這樣認為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Z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